我们终于为小米看到了 去当模特 不一样风格的混沙 这种狗毛都拍得出来 什么狗毛哦 哇 这个美哦 各位 我跟你们讲 我们终于为小米看到了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说 小米最近想要拍一组广告照片 然后竟然找到了我们两位 去做什么 去当模特 想讲小米就几个字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阿肯跟我求婚了 然后小米也看到我们两个好像很水 所以他决定把我们拍一组混沙招 不一样风格的混沙招 而且这次的混沙招 它不是用相机哦 它是用最新的那一台传说中 Leica一寸大底的小米13 Pro so far我都没有 被手机拍出来的东西 哇 它要真的很好 才能印象到我 我们到了 BJ Trade Center 就是一个很多树林的地方 然后那个Cafe在楼上 而且很有工业的感觉 OK 摄影师叫我穿这个短短的小裙子 然后配那个头纱 今天走青纱路线 然后配这个 可以哦 OK 这一台就是今天拿来拍我们昏照的手机 小米13 Pro 它整个就是玻璃背面亮面的 重点是它的镜头这盘 非常大高的一个四方形 它还有线把它隔开来 就一二三三个进口 然后还有一个 Leica的字也 然后下面有小小的字 你们可能看不太到就是 一寸大底它这边的鞋子 目前我们的鞋子就只有黑色跟白色 你们想要找更多spect的话 你们看我上一只开箱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摄影师 L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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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个Bokeh 哇那个手多么美哦 它一下子卖了大概用了五分钟 然后应该是摄影师厉害跟我们也很美 一寸大底拍的东西啊 它的Bokeh是真的是很干净跟很真 连这种狗毛都拍得出来 什么狗毛哦 都不出色 对 Lidia 全部看了 peng recovery Lidia 这也是不能听的每次都讲 找雷大 找雷大 哦 还要拍 太多几百张了 我笑不出来了 这个是仿造一个叫做 Tumbar Lens Leica Tumbar Lens 是一个古典的镜头来的 它特别是什么呢 是颜色还是 它特别是它的 focus很软的 然后都出来有一种很柔的感觉 所以像刚才Lidia讲的啊 因为这个镜头已经它没有出产了的 然后想要拥有它的 可能那个门槛就会比较高 而现在13 Pro 刚才Lidia用了它讲说 真的好像有像到那个镜头的感觉 比较柔软的 那个颜色 是确实有效仿到 Leica 那个今天的镜头 我们这种普通人啊 跟摄影师的分别就是这样的 在一个很普通的地方 他都会想办法玩出一些招式 很多时候都是在玩着灯光啊 光暗位置啊 换下镜头啊 我没有想过帽子 原来是可以调转 戴罗 等一下你看成品 然后你会笑到 哇这个没有 没有 它是Soft Focus 它设计的时候是要创造很柔和的 Bokeh的 然后那个光呢会特别的亮 就是这个Tumba Lens的特别 这样Lidia我问你 你觉得Tumba Lens 你觉得它相似度有多少 相似度我想有差不多80% 哇这个是很厉害啊 因为我本身就是要有用过这个Lens 来这里你去Potrait Potrait那么你就在这里选择你要用的镜 这里每一个镜都是我们来看的很经典很美的镜头来的 可恩去那边也Soft了你看 OK现在我们把Indo拍完了 我们现在就移去Outdoor Bidea讲要拍一些比较Artistic的东西 你不觉得这个脸很像停尸房勒 那它我们在停尸房那边拍了一组文革的感觉 很有感觉黑白一招 但是它一做了黑白那个feel就更像停尸房了 哈哈哈哈 有很多手机罗讲 叫什么2倍3倍5倍10倍Zoom 那我发生到这是13 Pro 它更多的讲是它是50mm啦75mm啦90mm 它有点像要仿相机的那个感觉 我想跟大家讲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 然后刚才有一个盖开始干我们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昏摄就拍到这边了 大家多多期待那个后面的照片 我们都会放出来了 好了 收集拍昏照的这个计划成功 我们下次再试一看 要不要用 Action Cam拍昏照 试试看嘛 Never Know 码科技博主就是要尝试各种不同的新科技 对不对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